他是最佳青少年部落格 他们的奖金是一万块钱 我们邀请到的今年的颁奖人是 今年的决审评审 也是去年年度部落格大奖得主 小健健 为大家介绍得奖名单 小健健 小健健先生 我有在电视看到你 但是我告诉你 你不能说话因为时间不够 小健 可以讲话 小健健你可以不可以先上台 谢谢 我期待这一刻其实还蛮久 我去年对小健健印象非常深刻 他带了一包米来 但是没有送给大家 自己带回去了 健健好米现在已经变成一个 优秀品牌了 小健健谢谢 谢谢 其实这一个部落格大奖的推广 让我把健健福音 推广得那么好 好那抱歉 高一点 那把麦克风直接拿起来好了 好那个 首先在颁奖之前 我可以讲一个小插曲吗 有多长 对因为主办单位 为了这一次我来 特地颁了一个 那个感谢状给我 也因为这个感谢状 我特地开车哦 从花莲开了六个小时来这边 有没有感动啊 有 有啊 有哦 还没 还没讲完 还有更感动的啊 来到这一不到两个小时 车子就被拖掉了 还没 一千八 还没 后来坐计程车 去熟车子 还遇到绕路的计程车 又花了两百六 所以来这一趟总共花了两千零六十块 但是我只能讲一句 为了这活动 值得啦 谢谢啦 好那开始颁奖了 好 为什么华文部落格的主办单位 会请我来颁这个青少年大奖 其实很简单 大家看我 今年才满十八岁 就已经在农夫界 这是十六 哦没有啦 你今年 年纪十八 脸 不是年纪二十八 脸十八 OK 赞成的请鼓掌 没有耶 这地从花脸来呢 不错哦 没有 小金金我跟你讲 你年纪虽然不是十八岁 可是你的动作十八 好不好 也算十八岁 OK 而且我那么年轻啊 就努力的想推广我们的台湾农业 大家应该有目共睹吧 有有有 所以我今年可以颁到这青少年 部落格大奖是名正实规啊 对 这么年轻就推广我们台湾的农业 非常的赞 所以我希望今年得到青少年部落格大奖 以及各位在场的参赛者 能为了自己的目标 理想梦想前进 加油 各位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 冻算了 冻算了 2008年轻少年 Guide 华文部落格大奖 緊张一点 我可以被约了吗 钓钓叠 钓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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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ent鱼叠 历 줘 图 鱼叠 你有参赛吗 还是你的弟弟妹妹o参赛 2008年 等一下 他是真的不会念 真的 重庭我会啦 好不好 2008年 第四届全球华文部落格大奖 年度最佳青少年部落格大奖 首奖的得奖的是 陈凯景 恭喜他 恭喜 他的得奖作品为 月灵的月灵书窝 对月灵书窝好像是吧 月灵书窝 恭喜他 谢谢 你说那个字 不止有小健健不会念 我们都不会 来 我们先跟他讲 评审认为 这位年纪不过18岁的大一女生 在部落格中 一篇又一篇不间断地撰写 记录她的阅读心得 月评以及影评 数量之多 评论之深刻 比调之细腻 让诸位评审不得不大叹 原来让评审觉得自残行贿 也可以得奖 小健健18岁有啦 你有18吗 小健健的动作很像18岁 一定要这样子有没有 我知道现在应该是满18岁 三个月吧 那样子 那 因为老实说 一直在 那种一直在算几率 就想说 按这几率来算的话 那个 那个艺术 总有两百位嘛 然后呢 18岁以上 以上的应该蛮多的 然后只是算算几率 应该还蛮高的 可是 我刚刚在座位上 一直拼告诉你说 不可以 不可以那个 不可以期望太高 那 其实我这个部落格 如果看 因为这其实是比较旧的文章 如果看最新的话 会发现说 我决定发表一件文章 叫做 我已经决定说 除了另外两本书 皇冠出版和商中出版的两本书之外 我未来决定推掉 说出版者的 那个 试读本的那种邀约 就不管是公开张目 或是下邀约 就是要全通推掉 因为我觉得说越来 我发现说 我越写越多之后 我发现说 我越来越 那个片离记的组织 因为我当时设 那个 设置的部落格的时候 其实是想推广我喜欢书 尤其是奇幻书籍 那可是我建议发现说 就是 我在那个 越来越帮出版社 写那个速读书品之后 就发现说 某些书我实在是 没办法给很高分数 那因为 那本书 它其实 也不能说是不好 但是也不能说是很好 那某些书 也可能就是口味不行的问题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这样继续写下去 也没什么意义 所以学竟然将来就是 把自己的 对奇幻书籍的热爱 都投射在上面去 那那个 就可能像我军琳在写一本 应该已经绝版的 是由牧子书出版的 最后的读小说 那刚才那个老猫 那个 那个 那个妈头银娟 有出一本最后的那个精灵 我也会忙打一下书好了 那这两本书 其实都 蛮特别的 对我来说 那个最后的读小说 有特别意义 所以我现在 帮它还在写当中 不过牧琳已经写了 大概五千字左右 可是还没写完成 那 我想说是 就是说 其实 我蛮的觉得说 就是 阅读其实是一个 原来我觉得是很吃人的 可是我和妈发现 到网路上 觉得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认识一些 我觉得 为什么这种人 会跟我说话的 那种那个家伙 这样子的 可是 我还是很高兴 说能够认识 那么强的人 那我也很高兴 说能够得到这个奖项 虽然我一直平平 说服自己说 这不是 这不是在作梦 我在作梦那样子 那谢谢大家 恭喜 恭喜 对真的 我们青少年真的 比我们写的都要努力 而且他还看了很多的书 不晓得 公投 有没有人家那么努力 我刚才一直在想 回文珍讲的那句话 就是我们这些老部落客 都要 对 要更加的努力 要更加努力才行 好 好 我们今天